今天是妇幼节 孩童们有什么愿望和烦恼呢 而福联盟比对了15年前的调查发现到 排名第一的都跟功课有关 而随着肠病毒和流感疫情的延烧 身体健康也是他们所在意的 廉价启动天气好好 台北市立动物园一上午就涌入3万人 九成以上是爸妈带着孩子出游 听金刚宝宝的解说 再去看想看的动物或生态 已经有孩子完成今年的儿童节愿望 看星星 以前有看过吗 没有 是睡觉的时候我也会想吃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饼干 幼儿园的孩子愿望很简单 也没什么烦恼 但进了小学有课业要和别人相处 愿望和烦恼不一样 考试考第一名 去玩游戏 我希望我可以去看棒球 希望爸爸妈妈下班时间比较早 不然都九点 而福联盟比对1999 2001和今年调查发现 公客人际关系增加玩乐时间 三大愿望没有改变 身体健康 父母陪伴是新窜起的愿望 而烦恼的前四名也没差异 唯独1999年孩子烦恼和爸妈沟通 今年是担心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十多年来 愿望烦恼的第一名 都和课业有关 我们其实十几年来 一直在谈 就是教改 然后要这个疏解孩子 这个课业上面的压力 但看起来其实是不减反征 陈丽如说 孩子的愿望多半是烦恼的根源 而不管什么时代 情感的需要都很重要 父母还是要多花时间 陪伴了解孩子 记者林晓慧省志明台北报导